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我是任時 今天是12月1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本集共有7條新聞和分析 阿波羅網報導 軍委副主席稱習近平挽救了軍隊 那麼指誰毀了軍隊? 綜合報導 抓捕周焯華 習近平一石多鳥 繼周焯華案後 傳中共緊盯另外三個澳門大賭廳 罕見 日本前首相安倍喊話習近平 指出絕不能誤判 美中角力 美國空軍部長表示 正與中共進行高超音速軍備競賽 逃亡妻子讚美患絕症 生命垂危 中國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公開致信李克強 要求放行探視 針對中共 澳大利亞參議院全票通過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感謝您對阿波羅網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1月30日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右俠在《人民日報》刊登署名文章 對六中全會進行站隊表態 在這篇長達近6100字的文章中 張右俠強調針對中共十八大以來 一個時期中共軍隊面臨的嚴重政治風險 習近平堅決查處郭伯雄 徐才厚 黃峰輝 張揚並徹底肅清其流毒影響 最根本的成效是挽救了人民軍隊 張右俠這番話再一次暴露了中共軍隊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 張右俠在文中再次強調 2027年 2035年和2050年這三個年份 這是習近平為中共軍隊現代化建設新三步走戰略制定的三個時間點 中共軍方雖然多次提到要完成建軍百年目標 但很少披露中共軍隊在這三個時間點的發展目標有哪些具體內容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軍委副主席張右俠稱習近平挽救了軍隊 那指水毀了軍隊 答案不言而喻是江澤民 江澤民 曾慶紅派系今年4月份的一篇報導 曾經有意向外界放風 曝光習近平在今後20年的8大戰略目標 4月21日 江澤民 曾慶紅派系背景的《多維網》 曾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稅學院教授 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宏披露 中共渴望在今後大約20年的時間當中大有作為 其中至少包含8項目標 第一 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世界第一 第二 國民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 第三 軍事武裝力量戰力達到世界頭等水平 第四 高科技研發與應用水平在世界上廣泛達到單獨領先或者並列領先 第五 臺灣海峽兩岸統一 第六 至少在西太平洋西部 不包括沖省 不包括日本 佔據對美戰略軍事優勢 至少是邊際性的優勢 第七 維持在印度洋東部具有難以損傷的戰略軍事陣勢 第八 在世界外交舞臺上 以及威望意識形態影響力等方面佔據頭等優勢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這是江澤民 曾慶紅再一次給習近平加碼 把習近平架上高高的梯子下不來 只能摔得更慘 讓全世界看到習近平的野心 藉助全世界反習力量扳倒習近平 從而令江系作收漁翁之力 以便東山再起 日本產經新聞 資深媒體人施板明夫11月30日在臉書發文表示 身家百億的澳門賭場大亨周卓華 也就是習米華被抓 絕不是一個單純的事件 背後暗潮汹湧 有很多玄機 周卓華和中共公安部合作多年 拍攝過《湄公河行動》等吹捧中共警察的電影 是中央政法委的座上賓 沒有更高層的指示 溫州警方絕對不敢動他 而且涉嫌組織犯罪 非常容易切割 抓捕幕後的主導者 對全世界的警察來說 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只能用政治動作來解釋 這個動作背後應該有更大的政治目的 很可能和中南海的權力博弈有關 石板明夫說 最近全面左傾化的習派和曾慶紅 陳援等太子黨特權階層 已漸漸水火不容 太子黨各家族常年利用澳門賭場洗錢 抓捕周卓華殺機警猴 逼迫澳門賭博業者交出主導權 其結果必將重創澳門的博彩業 習派可以趁機全面接手澳門 另外 常去澳門賭博的中國國內的高官權貴也要戰戰兢兢 寧可放棄繁榮也要主導權 是習近平的治國方式 抓捕周卓華 溫州的警方直接指揮澳門警察 可以說 香港 澳門從一國兩制直接淪落到了低人一等的殖民地 綜號洗米華的太陽城集團主席周卓華 現時正被還押於澳門陸環監獄 澳門日報週三 日報導稱 太陽城集團發言人週二 晚11時表示 目前旗下所有在澳的貴賓廳均已關閉 該集團已公布 公司股份自週三一日起在港交所 短暫停止買賣 2017年香港戰中7警察中 7名警務人員被判囚2年後 週一有參與演藝界人士協助妻警家屬的敬言人基金 基金共捐出777萬77777元 另有指中國星集團主席向華強夫婦 以及英華娛樂集團主席楊壽成等人都有捐款 另外 據專門報導亞洲賭業的新聞網站GGISIA.com報導 自2020年以來 中共當局在調查中提到了除太陽城集團之外的幾個主要澳門賭廳 在一些案件中 被點名的個人據說是為大陸賭客提供便利的代理人 不僅幫助他們前往澳門 還幫助他們前往海外賭博 據指出 自去年以來 中共當局的一些起訴書中提到了陳榮煉經營的德進會 張志泰營運的廣東會和彭月熙主理的巨星集團 包括江蘇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河南省和廣東省在內的一些省份的地區檢察院 在2020年或2021年的不同日期 處理了涉及主要澳門賭廳的案件 澳門有六大博彩機構 新豪 澳博 銀河 金沙 永利 美高煤 旗下共有41間娛樂場 貴賓廳業務分包經營 排在最前的六大貴賓會 以此是太陽城 廣東會 德進會 黃金集團 巨星集團 恆生集團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當地時間12月1日表示 日本無法容許發聲臺灣遭武力侵犯 臺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也可以說等於日美同盟有事 請習近平絕對不要誤判 安倍晉三1日受邀參加國策研究院的影響力論壇 並以新時代台日關係為題發表視訊演說 安倍晉三說 這30年來 中共的軍事費用已經成長42倍 足足比日本高出4倍 在未來將近30年期間 中共在經濟及軍事費用方面預估每年增加7% 這30年對世界而言是最重要的 也充滿危機的時代 談到如何敦促中共自我節制 安倍晉三說 對臺灣的武力侵犯 無論在地理上或空間上 對日本國土都是重大的危險 日本無法容許這樣的事態發生 而臺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也可以說等於日美同盟有事 他表示 這項認知 北京領導階層 尤其是習近平絕對不能誤判 且世界上所有人現在都應該重新看這一個地區及周邊海域的地圖 相信可以充分理解他所說的事情 安倍晉三也表示 採取軍事冒險行動等同於走向經濟自殺的道路 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 中二 30日 在路透社的專訪中承認 北京和華盛頓正在競相建造和測試下一代高超音速武器 他認為現在兩國競爭的重點不再量而再質 隨著五角大樓進入2023年的年度預算週期 肯德爾希望通過退役維護費用高昂的舊系統來籌集資金 然後用新系統取代他們 包括高超音速發展計畫 國防承包商也希望通過 並開發新的兵器來探測和擊落高超音速武器 肯德爾強調 目前美國的一些軍事防禦設備仍然具有合格的能力 今年五角大樓進行了幾次高超音速武器測試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美國海軍10月成功測試了一款助推火箭發動機 該發動機將被用來為攜帶高超音速武器的運載火箭提供動力 10月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證實了中共對高超音速武器的測試 軍事專家指出 這種新一代技術如果成形 中共將可將核彈頭送至南極上空 並繞過北半球的美國反導彈系統 該報導說 高超音速武器在高層大氣中飛行時超過5倍音速 或5小時約6200公里 3853英里 維權網消息 中國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 星期一 11月29日 通過微信國務院客戶端的《我向總旅說句話》官方平臺向李克強發表公開信 公開信說 郭飛雄的妻子張青今年初在美國馬里蘭州被診斷出晚期腸癌 當時做了手術 但是今年11月初 病情反覆又突發第二次腸梗組 並於上週六被送往當地醫院急救 但是由於癌細胞全身擴散 醫院認為做手術已無效 僅做了插管臨時處置 郭飛雄認為妻子面臨直接生命危險 因此急需獲准前往美國 協助妻子轉院做手術搶救 張青同一天在病床上發表祈求丈夫郭飛雄趕快前來美國見一面的聲明 他說:「我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 我也已經絕望了 但我什麼時候才能見我丈夫一面呢 請趕快過來吧!」 郭飛雄曾經長期為弱勢群體維權發聲 也曾經為法輪功辯護 他還曾呼籲和要求中國官員公布他們的財產 郭飛雄的維權行動導致他多次受到中共政府打壓 兩次被捕入獄 他妻子張青2006年攜帶一雙兒女被迫離開中國 輾轉抵達美國 目前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 張青離開中國後 郭飛雄夫婦過去15年間從未見面 團聚過 澳洲兌現諾言 參議院週三全票通過《馬格尼茨基人群法》 澳洲媒體指出 法案將可以在年底之前投入實施 澳洲政府就可以對涉嫌嚴重侵犯人權者實施凍結或沒收財產 同時禁止入境的制裁 美國 歐盟和英國今年都推出了各自的《馬格尼茨基法》 並且依據該法案對在中國新疆地區被控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實施制裁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群法》的推動者 布洛德表示 澳洲成為南半球首個通過《馬格尼茨基人群法》的國家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34個國家通過了該法案 侵犯人權的人的末日即將來臨 問題當然被ะ尼茨基人限出ulse 與之後移民間出推動 現了 歸門的形內